我们就带观众朋友来看央行 今天将会召开理监视会议 金融圈聚焦三大议题 那么除了明年货币政策动向之外 还包括了台湾人民币业务 何时可以正式的开办 以及央行总裁彭怀南 能不能继续连任 再为全民拼五年 他是一个优质型 优质型啊 没有像上次这样 10%的这样成长 彭怀南释放消息 民众的苦日子快结束了 而这位9A总裁第三届的任期 也将于明年2月25号届满 今天登场的央行礼监视会议 将是彭总裁第三届任期的最后一场 9A总裁是否能够获得连任 为全民再战五年 成为市场注目的焦点 除了彭怀南是否留任 央行礼监视会议 也将决定明年货币政策动向 市场预估央行贴放利率 将连续6G按兵不斗 重贴线率维持1.875% 除了每季利率调整之外 会议人士指出 央行明年M2目标区也不会调整 跟今年一样会落在2.5%到6.5%之间 而美国持续推出货币宽松政策 未来日本也可能跟进 央行维持新台币汇率相对稳定 不过也担心热钱来袭 将造成会是失序的危机 必要时将推出外汇专案经检等措施 驱赶炒汇热钱 另外今天的央行礼监视会议中 市场关注人民币业务 何时在台湾开办 彭怀南曾经在立法院表示 在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在台北分行签署清算协议之后 一个月之内人民币业务就能够上落 内部也希望能够赶在农历年前完成 东森台新闻综合报道